7月24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的经济形势 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 那么这个会议给我们 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呢 或者说 最让我们 关注的是什么东西呢 除了总体的经济形势之外 那就是会议 对当前房地产形势 做出了最新的判断 会议说什么呢 说我国房地产市场 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这是结论式的 一句话 这是历来重要会议中 首次出现的 关于房地产的 这样的一个 结论式的 定调 这是自于2016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首次提出 房住不炒之后 在以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首次就房地产市场的变化 给出最新的表述 这是 再一次的定调房地产 这个定调的背景是什么呢 一个是宏观经济形势 还有什么呢 今年一到六月份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5.9万亿元 同比下降了 7.9% 同期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5.95亿平方米 同比下降了5.3% 降幅连续两个月扩大 商品房销售额6.31万亿元 增长了1.1% 增幅连续两个月缩小 那么 对于这些个数据的变化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解读 他说 从中长期来看 我国房地产市场 正从过去的高速发展 转向平稳发展 这是由房地产市场发展阶段变化 市场供求关系调整 决定的 似乎就是这样的背景 催生了24号中央政治局会议 对于房地产当前房地产形势 是做出的最新的判断 那么有了新形势 会议又有了新的要求了 那么政治局会议提出什么呢 要切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适合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 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 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 因诚实测用好政策工具箱 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 和供给 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 和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盘活改造各类 这信号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明确 这是非常时期发出来的非常的信号 所以呢 这个 舆论界 针对政策局会议关于房地产最新的这样的判断 和提出的这些新的要求 大家一致的感觉就是事情正在起变化 就像1957年 这个开门整风之后不久 这右派门纷纷跳出来之后 毛主席感觉到了 这股风 这是建制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了 所以毛主席 有那么一篇文章叫事情正在起变化 感觉到了 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后 大家都在问房地产 是不是又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呢 毕竟啊 与此前相比 这次政策局会议 从头至尾 没有提及 房住不炒 这个大大 几年来 年年在强调的根本的原则 而且明确的事实 明确的什么 事实调整优化 房地产政策 那么就给市场带来了相对强劲的宽松的预期 各个方法还有什么 特大城市的 城中村的改造 不过呢 这段定调啊 政策会议的这个定调也并非政策如何松把 而是提出了房地产市场 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判断 这是最重要的 那么既然提到了这样的新的判断 然后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那边会议闭幕 这边房地产救市的大招 就一个个的就出台了 事实上呢 这个风向早都有了 所以像7月初的时候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的司长 就已经公开对待表示了 说过去在市场长期过热阶段 陆续出台的政策 存在边际优化空间 存在边际优化空间 金融部门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 加强政策研究 阴诚实测提高政策精准度 这是货币政策司长发出来的声音 同时还鼓励企业要赶闯 要赶投 要赶担风险 你看看 这集会开完之后这几天 这个 我们都看到了哪些个 跟房地产有关的信息 这个社会的反应 说史无前例 这中央拿出的旧事的大招啊 这是史无前例的 说房地产你想死都死不了 旧事有三大招 铁心的要救这个房地产 为了拯救经济 找不到第二个点了 只好再把房地产给救起来 三大招 第一 允许银行给开发商贷款续命 第二 允许开发商去发债 第三 允许开发商上市融资 大家都纷纷感慨 就这几大招 禁止了十年的事情 这次是完全放开了 只能说明什么呢 现在还是指望房地产 去拉起经济 然后呢 国务院常务办公会 又有了新的部署 又有了重磅级的新的部署 那么涉及到了北上广深 等十九个超大特大城市的城中村的改造 很显然 这将带动新一轮的购房需求 城中村呢 大家都知道城中村 北上广深的城中村 那都是这个城市的 应该说是黄金地端 老城啊 都是老城 这些年呃 这个城市越贪越大 像贪大饼一样 但基本都是在老城的外围啊 向外发散 而老城就是所谓的当年的市中心 那些城中村 现在被描上了 那我再描上 新环境的消息 李强 二十一号 七月二十一号 这还是在政治局会议之前 二十一号主持召开国院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 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 这个一家二十一号处理了 二十四号 政局会议就确认了 那么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去年公布的二零二一年 城市建设统计年间 全国共有超大城市 有八个 就是北上广 深重庆成都天津武汉 这八个是特大城市 超大城市 全国特大城市有十一个 特大城市有十一个 那么呢 这加一起有十九个超大和特大级的城市 那么 一旦这个城中村改造的工程启动 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有专业人士 就表示说将更好的激发 发符合条件的新市民 青年人 非户籍常住人口 居住在老旧小区和城中村 等待改造地段人群等的购房需求 你看他说的都什么人啊 新市民 青年人 非户籍常住人口 然后居住在老旧小区和城中村 等待改造地段的这个人群 说这些人要激起他们的这个购房需求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人是购房的主力人群 这些人恰恰是面对着高房价望尔却步的那个主体人群 那怎么能激发起他们的购房需求呢 就像一个业内人士啊 用最直白的话说的 做的对此做的解释 他说你不买房 是不是让你买房 你不买房 是不是 好 我把你家给拆了 把你家给拆了 我还给你房票 这下你没办法 你只能买了吧 他们说的 所谓的 这些群体 尤其老城中村或者老旧城区内的这些人群啊 他们 这种购房的需求 是不是就是这么给激发起来的 把你家给拆了 然后再给你房票 你要想住 你就只能买房 你就只能买房 还有的人士 专业人士说 说城市更新是大城市城市转型 房地产转型的重要的抓手 当前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房市场 要向新发展模式转型 就必须考虑存量更新的问题 这个 这场戏 他大幕只要能拉开 阻力肯定是非常之大 非常之大 呃 促动的利益人群 呃 这个 人口基数也会非常之大 但是 只要这大幕他能拉得开 那这真是一出大戏 最新的消息 说近日 住房城乡建设部的部长叫倪洪 主持召开建筑和房地产企业座谈会的时候强调 继续巩固房地产市场 起稳回升的态势 大力支持刚性和改善性 住房需求 被人解释 住建部释放积极信号 提振市场信心 那么呢 三大落实 三个落实 住建部提出了三个落实什么呢 叫落实好降低手套住房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 第一个落实 第二个落实 落实好改善性住房 换购税费减免 第三个落实 落实好个人住房贷款 认房不用认贷 这跟我相信国内的朋友都懂 然后提出了三个积极参与 住建部 希望建筑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积极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 这是第一个积极参与 第二个积极参与城中村改造 第三个积极参与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这是住建部发出的极其明确的信号 市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大家拭目以待 那么 有人梳理了一下 历史上曾经有三次旧市 三次旧楼市 那么第一次是2008年 这个旧美国就是旧中国 那个时候 不是四万亿 加上国内各地区的配套十六万亿 总共是二十万亿 那么发放四万亿的刺激 降首付降利息 导致房价第一次起飞 2008年 第二次2014年 帮颇了旁改政策 降首付降利息 房价 第二次起飞 第三次 2022年 三十万亿货币超发 融资环境宽松 降首付 降利率 我打 我打 把这个 震轻经济 提震经济 看来现在是 很大的就希望压到了房地产上 压到了 央行说的叫实体经济 房地产上了 一出大戏 要上演 你在这出戏里面 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嗯 事关每一个人 我们 万里之外 保含申请 要一睹 这出大戏 它的起 成 转 和 祝大家 幸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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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